Ceepal an haine Ceepal an maim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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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這麼快又有一條妝容片 大家是否很開心呢? 最近也有朋友留言 也有人說上次妝容片覺得好看 多謝你們 我自己也覺得好像沒什麼可以學到 但你們喜歡看已經很開心了 也有朋友留言說想看一些比較開價的產品 所以今天這個妝容 盡可能我全都是用$200 以下的單價可以買得到的 希望你們喜歡看 而且快要新年了 所以想化妝容 我自己覺得 例如我這種年紀 不再是可以化一些很粉紅 太紅薄薄的妝容 怎樣可以化到一個 長輩看上去 又會覺得 接受到 然後自己化下去 又可以跟上潮流 未去到奶茶妝容那麼肚色 也有一點紅潤感 紅中 說漂亮一點 肉桂奶茶色的妝容 怎樣可以化到這一類型的妝容 就會有興趣繼續看下去 由我們的掃眼開始 我現在手上用的是 FREE PLUS的這個霜霜 我是在COSME店買的 大家見慣了我用Maybelline的遮瑕膏 今天就沒那麼悶了 那這支是韓國品牌來的 我不懂得讀 我打回名字 在這邊 它的優點就是 其實它的遮瑕力真的很高 但是真的要快設定 我覺得它也快乾的 好像2號色已經是最深色的了 不怕的 一會兒塗粉底就沒有了 我今天用的粉底就是Excel的這支粉底 它的用量是我這麼久以來 用得最少的一個粉底 因為其實我平時用粉底 都是不省的 但是這個 真的一噴 已經夠了我這麼大的臉 還要有症 所以呢 千萬不要用太多 而且它不是很透薄的 所以如果用太多是真的有粉感的 不過Excel這個粉底 其實我已經買到最深色的了 但是呢 都對我來說是太白了 你看到其實兩字色都很厲害 沒辦法 所以大家將就看一下 我就是特意買來 想試一下它的效果 給大家看的 那剛才那些遮瑕膏 本身我是用2號色 也是最深的那個顏色 去遮瑕圈 然後現在呢 我就會用淺一點色 1.5號色去遮瑕 希望可以提亮到眼袋位的 但是如果你叫我兩個比較 我有時候就會喜歡 MAYBELINE的自然感 因為始終這個呢 遮瑕力太好了 如果你不是去化一個全妝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點覺得 你的眼底什麼事呢 好像很有粉感的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小取捨 這次會用的碎粉 就會是TOOFACE的透明碎粉 平時我經常都用HOUR GLASS 當然那個是很好用的 但是其實HOUR GLASS 我放在家裡的 那在男朋友家 我就會用TOOFACE的這個 它也是一樣很好用 我覺得都不錯 其實它純粹 如果跟HOUR GLASS那個 比的話 就是沒有它那種私勇感 但是它也是很薄 不會起光紋 然後顏色也是很透明的 然後後滑眉 一樣都是用我PURRE的這一盒 這盒眉粉 其實我都不算是一個沒有眉毛的人 但是呢 每一次畫完眉 我都覺得傷很軟 之後也是用眉膠 然後鼻影我也是用MAC的Omega 雖然它不是開架 但是它這一顆呢 是百多元用到年多 又多呢 你脫開 每個月都可能是10元左右 但是它的顏色就真的 算是自然 而且 是不會偏紅的 這些偏灰的顏色呢 做回陰影就好了 今天想呈現的妝容 是比較紅中一點 我是想著重在胭脂和唇彩那裡 最近新買了 大家應該也有留意到我IG 眼妝方面 我是想化比較淡色的 會用到就是Colourpop的 這些Super Short Yellow 現在不是很流行的奶茶妝嗎 我想說我都不需要化 我原本的顏色已經是奶茶色 我反而要把我的眼皮 調整淺色一點 然後呢 我會用一會兒用到的胭脂 的顏色呢 是塗上眼皮上面的 因為今天我想眼妝乾淨一點 我就不會畫前畫後 我只是在後半部分加強輪廓 就算了 然後呢 想加深輪廓的位置 就加少少的牙啡色 又不想今天太閃亮亮 但是又不想完全沒有色 我就加了少少 看到嗎 有一點點的光澤感上去 剛才上面 不小心 黑了太焗光的地方 都可以把它調整暗一點 那就 沒那麼腫了 想要溫柔一點的效果 就要用 啡色的眼線 我今天會畫比較下垂的眼線 用剛才的胭脂顏色 好 趁我等著我的節目加熱氣加熱的時候 可能說兩句 其實我都不是很擅長去化眼妝那些部分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大家可以在我心上 看到一些化妝產品呈現 在臉上的效果 總比在手上的試色 可能會好一點 其實很多美妝youtuber 皮膚比較白 他們用的時候 我以前一直看youtube 會看到他們用的時候很漂亮 跟著他們買的時候 在自己的臉上 原來不是那個效果 我就覺得很浪費錢 所以我希望我這些化妝片 不是教大家化妝 也沒有什麼神乎奇妙的技巧 也沒有學過化妝 但是我可以讓你們看到 有時候化妝產品是一個沒那麼白 皮膚通常用到粉底是最淺色 而我到最深色都沒有我的顏色的時候 究竟那些化妝產品 我就想讓你們看看這種效果 所以我才會去拍這些妝片 希望大家不要見怪我的技巧 是比較差 好了 加完筆 我就可以剩下眼睫毛了 我真的不喜歡用睫毛夾 他們經常夾斷我的眼睫毛 我已經只有幾條毛仔 我最近是很喜歡這個胭脂 自從我買了 其實還沒買之前 我在店裡試 已經覺得它的顏色很漂亮 誰知我用上 它是可以持妝達到八至九個小時 完全不掉 這個顏色很適合曬霜霜霜霜 一定要放在鼻子上 還有打橫掃 它不適合大範圍圈圈掃 它是適合比較高的 在拳骨上面 這樣打橫掃一層就最漂亮 打亮在男朋友家裡 依然是用Colorpop的Lunch Money 因為我們剛才的胭脂打橫掃 我覺得不需要太多的highlight 最後就用了一個唇彩 這個我也是放在IG做相嘴給大家看 這個顏色超漂亮 有人留言說它很臭 我認同的 我想說除了它之後 它的唇膏全部都是很臭 它的顏色實在太漂亮了 所以它的臭我唯有原諒它 但是它這隻刀是不可以就用貼貼去塗完 唉唷 看到了 就已經完成到的唇妝來的 它也是需要用手指去推翻你想要的唇型 模糊邊界 好了 那我這個妝呢 就完成了 我現在要換衣服 經常穿著睡衣和大家見面 好像很噁心 而且不是漂亮的睡衣 這件是Uniclo的底衣 為了新年 我用一個比較有紅色波波的耳環 我一陣子這套妝已經很厲害了 好了 那我現在換一件出街衣服 不知道大家喜歡不喜歡這次的妝容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胭脂 很推介大家去買的 放在哪裏呢 看到嗎 它的顏色是很柔和很漂亮 其次就是我現在的咀的顏色 那隻顏色 這支的唇彩也是MINA的 它的顏色是114號色 非常紅的 這兩個簡直是完美的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但是有人在IG問我是不是很乾的 我覺得它 以Lip Gloss來說 它不算潤的 但是呢 它也不是乾 不過它是沒有修飾唇紋的效果 上網的人說到它很厲害 做到玻璃唇 但是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嘴巴本身的 狀態不是那麼漂亮呢 所以其實在我身上 也沒有至於去到玻璃唇 但是它的顏色是真的很漂亮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妝容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